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的寿星彭祖留下了一套静修导引的养生方法 十八世纪时 法国哲学家福尔泰也提出了生命在于运动 究竟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可以动静结合 延延益寿呢 家住中国江苏如高市 九十三岁的施秀英老人 每天清晨都要长跑几公里 这种边跑边喊口号的方法 是他为了增大肺活量自己创造 除了跑步 九十三岁的施秀英还练就了不少绝活 比如双手十指称帝的俯卧称 一口气它能做十多个 施秀英坚持跑步二十多年 不论冷风刺骨的寒冬 还是烈日酷暑的炎夏 哪怕是大年初一 它都从未间断过 并且将奔跑的距离 从开始的几百米 逐渐加长到后来的几公里 看着老人的健康状态 谁能想到二十年前 他曾是一位身患肺癌的绝症患者 我现在想到我这个脖子 很失望 很好 前不久 一家保险公司 曾对六千名已故运动员做过统计 他们的平均寿命仅为五十岁 远远低于一般人的平均寿命 难道运动会损害寿命吗 是什么导致了这些运动员的生命 过早终结 运动能够通过人体肌肉的活动 刺激协调大脑皮质兴奋和抑制过程 促进新陈代谢 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细胞的供养能力 使身体的各组织器官得到充足的活力 从而推迟衰老 那是不是没有跑步的人 就不能健康长寿了呢 具有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广西昭平县 空气清新 雨量充沛 盛产茶叶 良好的自然环境 使这里百岁老人众多 是中国长寿之乡 这位小何秀忠的长寿老人 就住在昭平县走马乡庙压村 2012年 武士同堂的何秀忠 已经是107岁高龄了 每次过来看一看 我上班演艺 上班演艺 上班演艺 西游记 上班演艺 西游记 西游记 除了读书 何秀忠最喜欢的运动 就是下象棋 经常与村里的年轻人 谈兵论道 切磋棋 何秀忠精力旺盛 不知疲倦 他说 下象棋和看书 表面上看是静 但却很锻炼脑力 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 既能养生又能见脑 对身体很有益处 人平常的肌肉 骨骼 韧带 如果你长期在运动状态 那么它就会松弛 有弹性 我们俗话说的就是 韧性会增加 脆性会减少 运动起来就不容易损伤 它对肌肌有效 如果说我们超出这个范围 就像皮筋会断一张 那么人体的关节 韧带就会遭到损伤 生命究竟该动 还是该静的 中国人常说 千年的王八 万年的龟 通常人们认为 乌龟是少数比人类长寿的动物之一 于是有人认为 乌龟之所以长寿 就是因为它们总是静养 有资料显示 乌龟的寿命在三百年以上 甚至能过千年 那么乌龟长寿的真正奥秘 是什么呢 细胞研究发现 动物的成纤维细胞繁殖代数 与动物寿命成正比 乌龟不仅新陈代谢缓慢 而且还能让自己的生理节奏放慢 进入假死状态 我们人类能不能像乌龟一样 放慢节奏 减少新陈代谢 得动静之间获得长寿呢 因为它的气很慢 它是一分钟就呼吸一两口气 而且它可以几天几个月 甚至几年不吃饭 所以我们到家 除了这个练气以外 还有闭口 也就是说晚上这顿不吃 三顿不吃 三天不吃 三礼拜不吃 那循序简进 通过各种科学训练 诞生了我们中国古代几千年的 道家养生的文明 很多绝技 那么人是要运动 还是要像乌龟一样 多净少动呢 老子主张无为而至 并以道解释宇宙万无的演变 他说道既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 又具有独立不改 周行而不代的永恒意义 生命也是如此 运动变化 动静相生 是它的规律 真正的运动 健身的运动 是我们在心态放松的情况下 来进行 哪怕是慢走 心情放松 机体放松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活动 这个时候对人是有利的 据英国和美国的有关机构 对8.4万人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显示 每天行走2500米 会使患高血压的几率下降83% 水晶球 在外国人的眼中 是一种具有魔力的宝石 他们认为 只要用双手捧着水晶 并不断地抚摸它 就会产生神奇的魔力 甚至可以驱邪避灾 延年益寿 但眼前这位法国小伙 李达却不这样认为 你武当功夫 你的身体很长长 也是你的生活 就是很脏 很脏 很长 很长 李达将水晶球的演练 与中国的功夫相结合 他相信运动与静止是相对的 世界上既没有绝对的运动 也没有绝对的静止 中国传统运动中的动静结合 就是使人达到健康长寿的最好方式 随着时代的进步 人们对养生的追求 已经变得十分冷静 中国人延年益寿的养生功法 也逐渐被外国人所接受 以青洪者能够有杨系和事情 我讨论中国功夫和太心 去图有神论的背景 先就是体魄健康 精神超脱的觉悟者 养生长寿 营养天年 就在动静之间 这正是中国道家 追求生命无极的最高境界 这个养生的原则 就是还是平衡一样 包括食物啊 包括药物啊 包括运动啊 都是从这个 一样胜败上产生的方式 这就是无形上的一个 原运动 互相的态度 你缺了哪个 他当了他的地上就不行 就大坑了 说养生是平衡的 养生一词 由中国战国时期的哲学家 庄子史创 意思是尊重生命规律 保养生命 善待身心 儒高 是世界知名的长寿之乡 自古以来 这里百岁老人众多 寺庙道观林立 灵威观 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前世荣道长 今年九十二岁 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和灵威观的道士们 一起打扫院落 风雨无阻 吃饭 睡觉 做功课 前世荣每天按部酒班 生活非常规律 早上八点 晚上六点 是道观早晚课的时间 九十二岁的前世荣 从不缺席 甚至在大家跪着做功课时 他也不会因为年纪大而偷懒 他认为 修行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途径 主要是要静心修炼 悟道自然 修了原生 所有每个人 要求学生 请兼徒为 和国往今来的道士们一样 前世荣 很看重自身的保养 除了饭后的适量运动 除了饭后的适量运动外 每天睡觉前 他还会做一套养生操 前道长认为 清静无为是道教修行的准则 而修行的目的就是要修道成仙 不过前提是 保持今生的健康 才有机会做到 与化登尖 这表达了道教 追求生命无极的一种愿望 静修也能长寿 前道长的理论 来源于道家的学说 关于动静相宜的观点 其实在老子之前 古代的长寿之人彭祖 就已经亲自践行了 据说他因此活了八百八十多岁 彭祖认为 人的寿命就在一呼一息 一度一静之间 只有土固纳心 将污竹的气息呼出去 把新鲜的空气吸进来 血脉才能畅通 生命才能延续 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 根据这种动静结合的 导引吐纳工法 结合几种动物的动作 创立了一套武琴系工法 他结合彭祖的导引吐纳工法 用模仿蒙猴扑石 迷鹿跳跃 狗熊攀树 猿猴悬吊 鲜鹤展翅等姿势 创缘了一套动静相生的武琴系 直到今天 武琴系依然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它的健身效果 也被历代的养生家所称赞 养生价值就在于 华佗佗在千人导引书的几书上 进行了诡纳宗颜 把狐乳凶猿鸟 对应人体的五脏六腑 像狐对应的是肾 乳对应的是赶 缘对应的是血 胸对应的是皮 鸟对应的是肺 对象非常穷 用虎 鹿 熊 猿 鹤 五种禽兽的行为 来帮助人体增加对外界的适应能力 用中国古代的养生树 静静地调整呼吸 导引气血 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中国人认为 生命是否旺盛 要看人的精气神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 很多老年人都像年轻人一样 喜爱参加各种活动和表演 也许这就是他们保持健康长寿的最好方法 如何保持我们的身体年轻 是中国武术一直探索的奥秘 96岁的广东佛山太极宗师欧荣俊 多年来一直习武 可以练出30套拳法 在与年轻人的推手中毫不逊色 我们虽然是很瘦 但是都比较扎实 讲句就是经历风雨 所以我觉得我从小过 锻炼得来的好处 我锻炼来说 我就是几十年没听过 练功可以去病强身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普遍故事 在中国修炼各种功法的流派众多 无论是来自民间的权 还是出自不同门派的武功 都有异加之差 我认为中华武术 它的特点是在于 既能防身自卫 能强身健体 还能健康长寿 一手延年 它是内外兼修 内能修炼经济神 外能力金箍匹 这个刀它都在后面滚了 你这个腰椎脊椎都得到淡脸 你的全身的楼盖部位 这怀骨 肘骨 垮骨 腰椎 脊椎 肩椎 得到了淡脸 它腰不疼 腿不疼 上了路上了洞 吃饭都吃了下去 外练筋骨皮 内练一口气 运行全身的筋络气血 是中华武术健身的筋药所在 而坚持则更是锻炼 取得成功的必有之路 因此中华武术又有功夫之成 那内功怎么练呢 内练一口气 那练这口气的方法 就是尽量把这口气延长放慢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要根据自己的水平 找到适合于自己的 把这个呼吸放慢 延长均匀的这种方法 调和呼吸与肢体运动 是中国功夫内进外动的要领 而以翼领气 以气倒立 更是中国功夫中 动静相生的运动方式 正是这种动静之间的协调结合 强壮人们的身心 增加机体抵抗力 起到了去病健身 长寿养生的目的 科学家们发现 人体的衰老 跟人体的指挥中心大脑有关 科学家研究证明 人的大脑皮层 大约有140亿个神经细胞 也叫神经元 如果一个人活到100岁的话 经常运用的脑神经细胞 只不过十多亿个 还有80%到90%的脑细胞 没有动用 有关专家曾经对 3000多名长寿老人 进行过调查 结果证明 科学用脑能延缓衰老 不经常用脑会导致早衰 这个研究发现 在21世纪老人最常见的心理疾病 一个就是老年痴呆 一个就是老年抑郁 老年痴呆最典型的症状 就是记忆力下降 然后就出现 越来越恶化的一些 心理上的症状 直到它完全都糊涂了 老年抑郁 就是老是记住一些消极的事 但是这个长寿老人 有个奇特的表现 第一他记忆力没有衰退 第二他和老年抑郁正好相反 他记住的都是高兴的事 都是对他人生有启迪的 有用的 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么该怎样保持 大脑的清醒和健康呢 大脑的锻炼 也需要动静结合吗 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 百岁老人邝永绍 高举火炬跑出了50米 完成了他亚运火炬接力的行程 邝永绍创造了一个奇迹 成为亚运历史上年龄最大的火炬手 邝永绍老人家住佛山市三水区的白泥镇 老人每天的习惯 是早晨出门锻炼身体 打上一套自己独创的拳法 然后回家跟老伴玩几局扑克牌 锻炼自己的大脑 广州亚运会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 但103岁的邝永少心中 却始终觉得有一些遗憾 为了向我们证明自己身体依然不错 邝永绍再一次拿出了当年的火炬 在院子里为我们再现了亚运会火炬传递的情形 邝永绍认为生命不在于运动 但动静必须结合 和邝永绍老人一样 家住江苏如高的长寿老人孟新民 同样是从动静之间的生活中 找到了乐趣和长寿之道 今年104岁的孟新民 每天会在家里折叠纸魔方 活动大脑 小小一张纸 在老人手里翻腾不到两分钟 就变成了一个方方正正的魔方 天气好的时候 孟新民老人会在家人的陪伴下 到小区的院子里活动活动身子骨 小鬼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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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三个 我妈见你们狗子 对于院子里的健身器械 孟新民十分熟悉 做起运动来得心应手 好了 腿能走 牙能吃 脑子还清晰 还特别高兴 这也是可以练的 比方说让老人去扔纱包 这个练他的手眼协调 练头篮 练拨花生米 亲力亲为的去做饭 动手 有的老人去看新鲜的美景 然后让他活得有爱好 有目的 有意义 有情绪 这些都是让老人 延缓衰老 保持年薪 尽量地尝受健康的绝招 赵芝芯是一名多年从事群众体育研究的专家 他经常在天降广场指导群众锻炼 还是这样 就做这个 一个星期我保你好 练功就是为了畅达经络 运行气穴 去病健体 那么我们人类有什么方法 可以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衰老了呢 两手前伸 两个手翻过来 把这个翻过来的时候 翻到这儿个位置上 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能像我这么轻松地伸直 这个就不是很多人能做到了 很多人坐在这儿的时候 就发现伸不直 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说你的筋短了 短和长 这是相似的 因此我们就告诉大家 如果您的筋短了 你的长寿模式在受损 科学家证明 跑步骑自行车 健身走 对减少体内脂肪 是最有效的方法 而多动脑 勤思考 则是加强大脑健康的最佳手段 那么 究竟有没有一种比较全面的健身运动呢 太极拳 是中国最为普及的一种群众健身运动 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目前世界上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有三亿多太极拳练习者 在席练太极拳的过程中 伸长细匀的呼吸调整 可以对呼吸系统起到良好的作用 意念入境 抛弃杂念 则对神经系统非常有益 缓慢柔和的动作 加大了肠胃的蠕动 促进了消化系统功能 这个列太极拳要求的是周深相随 现在专家已经开明 生命是由神的管理 神健康了 身体都健康 因为列太极拳 受学为啥的当腰动 动当就是为了 使腰动起来 腰动的左右调整 两个神都可以运动起来 一脏 健康了 五脏都健康了 太极拳利用特殊的形体和松茎方法 作用于人体内的五脏六腑和经脉穴位 通过吐纳或导引的方法 强化人体机能 促进气血循环 保持气血兴旺 增加抵抗力 有去病延年的作用 健康长寿慢中求 缠绕松柔不停留 就是一直这样的练习 这样的你的心情 一定会是非常好的 太极拳讲究以静制动 以动逼静法 动静结合的太极拳 与西方的竞技体育 有着本质的不同 它是在最短的时间 让人达到最好健身效果的运动之一 太极拳 它跟那个竞技体育 那种紧张的心态 是不一样的 它是采用了一种 休闲欲落 放松缓慢 柔和自然的一种方法 这种身姿的要求 它完全是符合人体生理规律的 和大自然运转规律的 它顺其自然 所以太极拳要求 无处不自然 所以它没有特别的要求 完全是生理现象的自然规律 太极拳画出了世界上最优美的弧线 拥抱了最完美的缘 人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再进行动静交替 并与宇宙万物相呼应 生命的本质其实在于平衡 无论运动还是静养 都应该是动静之间的和谐相处 这也就是宇宙间一切生命存在的 永恒法则